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杆机长 今天我开车要跑一顿高速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驾驶技巧 我这辆车没有ETC 所以我要走人工车道 有的人在进人工车道的时候 离这个收费停特别远 那怎么样才能近一点呢 大家看我怎么靠近的啊 我左侧侧轮位置的参照点 是我的这个语刷器的根部 大概就在我方向盘的10点钟的位置的前方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这个地方来参照前面的这个边上就可以 离比较远的时候 我们就往边上靠一下 大家看啊 就用这个语刷器这个节点 去对旁边这个沿 大家看我靠过来了 让我慢走 在加速车道上加速 然后再打转向灯 再闭入主道 前方就是高速公路的扎道口 就是高速公路的出口 如果我们不下高速的话 那么我们就变道是左侧行驶 前面就是出口 我们为什么要变道是这个左侧行驶 如果我们在右侧的话 因为有的人开车 他忘了出口了 他到出口的时候 他会紧急变道再出去 这样他直接会横到我们前面 在高速公路上 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非常多 遇到出口 我们一定要降低车速 只要我们不下高速 就走左侧是最安全的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这对于安全行驶很重要 像有的人开车 就是随意变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后方有车 这样非常危险 其实他也不是想随意变道 这就是开车的时候 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视线不能只看前方 有的时候看后方 比看前方还重要 因为前方的视野比较开阔 对吧 看着也比较全面 你后方是有盲区的 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要经常通过左侧后视镜 还有车内后视镜 还有右侧后视镜 看后方 有没有超越我们的车辆 或者跟随我们的车辆 后方车辆距离我们有多远 我们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这个好处就是 如果前方有突发情况 那么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刹车 还是能够避让 因为人的本能反应 在前方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人的本能反应就是避让 就是打方向 那么如果你的旁边有车 正在操你 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而且结果也特别严重 因为高速公路上的车速度特别快 所以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一定要养成经常看后视镜的习惯 不只是在高速公路上 在国道上或者在城市道路 也更应该经常看后视镜 在高速上如果车流量小的话 我们可以8秒至10秒钟 少试一圈后视镜 如果车流量大的话 那么有可能我们3秒钟至5秒钟 我们就要看一下 因为车是动态的 上一秒钟 我们的后面旁边还没有车辆 那下一秒钟可能车就过来了 所以我们经常看后视镜 要掌握我们车辆周围的交通情况 和行车情况 你能把握好我们自己车辆的前后左右 这个车辆的距离 那就是增加了我们行车的安全性 前面就快到消费站了 前面是出口 我们要下高速的时候 我们提前把这个卡提前找好 因为我的车没有ETC嘛 所以得交陷阱 我把钱也找好 扎到限速40 我们减速 一般情况下进入扎道以后 前方是收费站 这个弯道都比较急 我们在转弯的时候 我们这视线不要离开弯道 因为扎道的弯道比较急 道还比较窄 如果你要低头再找东西的时候 有可能是一点秒钟车就会撞了 那北极视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